從南1日到靠女人上位和王妃離婚後口碑崩盤 負債千萬走上大貨之路 身份妻子曬兩千多盤子暴露現狀 李亞鵬咸魚翻身從子日可待 2024年1月18日李亞鵬已婚老婆海哈今起 在自己的帳號曬出了一段為女兒做立八足的視頻 並說在自己的家鄉兒竹並沒有吃立八足的習慣 但因為在北京生活了不少時間 再加上家給了一個漢族老公 自然是要入鄉隨俗準備上一碗立八足的 但整段視頻最引人注意的 是他隨手拿出用來裝飾材的盤子 國際大牌愛馬仕的產品 即使是一個看起來平平無奇的盤子 售價也高達2,500元 讓人不甘懷疑李亞鵬撿股的公司 剛被強制執行4.5億元 他本人還有4,000萬的欠債仍未還清 這樣的情況下還保持這麼高的消費標準真的合適嗎 事實上李亞鵬的這些欠債 完全不影響他過著普通人幾輩子都享受不來的奢侈生活 因為這4,000萬他並不急著還 李亞鵬當年進到娛樂圈 完全是一個意外 1990年李亞鵬陪著自己的好友樓丹去中棄面試 誰知因為掌傷過重 被老師以為也是來考試的學生 被認可的感覺讓李亞鵬忘了自己已經考上哈爾濱工業大學的事實 當職就上了考場 竟有順利通過了面試 雖然李亞鵬內心最想做的是雙人 但當時娛樂圈也是非速發展 機會可遇不可求 左思右上之後 他選擇和留單一起進娛樂圈發展 正式進入演藝圈之後 李亞鵬知道自己真的來對了 不論是明星還是錢財 再者類都能輕易得道 再加上他天賦不錯 演技也肯視可圈可點 因此他的片藥也是源源不斷 可即使如此李亞鵬也並不感到滿足現象 雖然演藝圈片酬不低 但對於他這種初出茅廬 但多數時候都在跑龍套的人來說 再高的片酬都和他沒關係 而就在此時李亞鵬遇到了柯南 不僅是他第一個女朋友 也是他第一個踏腳石 不過被李亞鵬帶了一歲的柯南 已經是鳳凰衛士的當紅主持人了 和李亞鵬確認關係後 就給了他介紹了不少資源和人物 憑著這層人物 李亞鵬納馬從無名男配變成了男一號 不僅一年拿下申報男主劇本 還參演了異國行為男本而創作的大型電視劇 《中國機長》地位的提升可見一斑 當然最重要的是李亞鵬的演技 確實拿得出手 因此他搖出頭後就再找了男一號的位置 並且得了不少導演的青睞說是隻手可熱的流量小生也不餵過 也許是穩步上升的人氣吸了李亞鵬自信 認為靠自己也能在娛樂圈站穩腳步 1998年李亞鵬認識巨泳後 勒馬就被他奪取眼球 對渦蘭的態度也不勝從前 渦蘭能獨身打拼出一番事業 自然少不了漢人的眼光 莫多久就發現了李亞鵬對他已經用心不成 勒馬提出了分手 李亞鵬在分手後才發現自己的確有不少資源 都是要靠渦蘭幫忙的 好在除了他 巨泳也試合作過許多一線演員 且有大導演張藝謀怒子的人 李亞鵬立馬拿出十足的內心和誠意向他展開追求 事實證明李亞鵬的選擇沒錯 有了巨泳的幫忙 他又拿到了許多高質量劇本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他臨時接替少兵出演的武俠小說 改編電視劇《笑傲江湖》 憑借其中令狐中一角 李亞鵬首次被評為中國電視十家演員 而且委居首位 有了熱劇旁身的李亞鵬 事業更是一步重天 剛播完《莫多狗》 就再次被射雕英雄傳的導演漢中 在其中飾演過剩一角 和他搭檔的 就是他的第三任女友周迅 當時的周迅並不知道李亞鵬已經有了女朋友 因為兩人在劇組相處的十份融合 李亞鵬也肯會討女孩歡心 周迅《莫多狗》便對他深深好感 就在他們來確認關係 隻差臨門一腳時意外發生了 在拍攝一場舞打戲時 李亞鵬不慎受傷導致阻塞人大撕裂 因為情況緊急 導演《莫多狗》暫停拍攝 才把他送往醫院治療 而周迅因為已經對他肯有好感 主動留在醫院照顧他 而千類之外的巨詠在得到消息後 匆忙趕來 看導的就是兩人之間外媚的互動和不清不楚的關係 這他還有什麼不明白的 立馬就對李亞鵬提出分手 也是此時周迅才知道李亞鵬竟然有女朋友 他認定了李亞鵬是個渣男 當即也決定和他獲清界限 無奈兩人的合作還沒有結束 他想被嫌也有心無力 李亞鵬走著這短暫的機會 成功讓周迅對他改觀 還成為了他的第三任女友 但他們真的在一起後 周迅漸漸發現 李亞鵬在感情上 確實是個風流盛盛的人 不過他並不是什麼人都能看的相 而是選擇性的喜歡對他有幫助的女人 已經拿到百花女主角獎 還拿過金馬獎女主提名的周迅 以為自己已經足夠讓李亞鵬滿足 可事實證明他錯了 再和周迅交往兩年後 李亞鵬又看到了他的下一個目標 也是他的最終目標 歌喉皇妃 即使在娛樂圈浸淫多年 李亞鵬內心最想干的 還是做一個成功的商人 而皇妃的身份 能給他帶來不少便利 再通過周迅的關係結識皇妃後 李亞鵬就將自己的整火心 破到了皇妃的身上 也許是上天都再眷顧他 此時的皇妃正因謝霆鵬和張柏茲的親密關係 而十分傷心 李亞鵬的恩勤和關照都讓他十分受用 成功獲得皇妃的放心後 李亞鵬徹底放棄了自己娛樂圈的身份地位 開始實施自己的商業計劃 皇妃雖然衝動之下和李亞鵬結了婚 但也並不是無腦的信任他 他不管是出席活動 還是開辦演唱會 收入大多都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這顯然和李亞鵬的最初計劃有所出入 更無奈的是 身為丈夫李亞鵬自然要支持皇妃的事業 他曾在採訪中提過 有一年皇妃開演唱會 他光碼門票送朋友都花了一百多萬 可收益卻和他末日無前關係 實在讓他感到無奈 但這些計劃類的小意外並不會讓他死心 他不斷地進行投資 在最多的時候 曾一下子參與到八家公司的經營中 因為這件事 皇妃增給他起過一個匿稱八爪魚 說的就是這件事 但因為經營不善 這八家公司均已倒閉宣告結束 李亞鵬損失了不少 他曾經作為演員贈得錢 也因為投資不善而揮霍了大半 但這並沒有讓李亞鵬放棄做傷人的想法 既然沒錢了 哪就想辦法從老婆身上套 因為女兒有先天性套巡 皇妃特意起了燕然天使基金 而李亞鵬得知他的想法後 主動提出他來擔任負責人 讓皇妃少操點心 皇妃並不再以名利 只要結果是好的便也隨他去了 但有心人發現基金會公布出的捐款金額 和當初網上爆出的並不等同 中間少了數百萬的數額 到底是負責人在其中做了手腳 還是捐款人發布虛假金額 我們也無處得知 而這還不是李亞鵬的唯一手段 再舉辦各種活動時 李亞鵬喜歡拉著皇妃給自己作為站台 更是借此機會獲得大筆捐款 直到皇妃隱無可忍和他離婚 李亞鵬才結束了這種總鬧劇 2018年李亞鵬向雪山小鎮投資了4000萬 拖延3年仍未歸還 對方隱無可忍將他告上法庭 毫無疑問李亞鵬被判定需要儘快將這筆錢歸還 而且他名下的投資公司更是被判定要強制執行4.5億 但考的是李亞鵬再和皇妃結婚期間 跟著皇妃一起把戶口轉到了香港 因為政策問題向他要債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因此李亞鵬也並不急著還寫錢 不過這並不代表他放棄了投資業 如今的李亞鵬開始在最火爆的短視頻平台再直播大貨 並且是最符合他架構的高端茶葉 每次的進障也都不容小趣 此事最近皇妃和他的女兒突然選擇了離開國家 而他們帶著一大筆現金高達500萬 這個突發事件引起了廣泛的猜測和關注 人們紛紛喘測背後的真相 有人認為這可能與李亞鵬妻子發表事件有關 海哈今起這位年僅19歲的少女進入了李亞鵬的家庭後 與李鵬這位前任的女兒之間的相處問題 一直備受外界關注 起初人們借刊到了他作為繼母的身份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 一連串的矛盾逐漸浮現出來 引發了更多的關注和議論 實際上李亞鵬和他的妻子海哈曾因此事發生過激烈爭吵 不久前李亞鵬創辦了一所名為啟德學院的學校 並表示希望自己的小女兒將來能在這女就道 然而孩子還很少考慮這問題似乎還未始過早 而海哈對此表示了強烈的異議 儘管李鵬並非他的親生女兒 但小女兒卻是他親手懷胎10月才生下來的 因此他對此事非常心痛 之前李鵬曾被送去國外留學 每年的學費就高達500萬 更不用說其他的日常開銷料 大女兒享受著如此良好的教育條件 而小女兒卻只能就讀每月學費 僅為3000元的私立學院 人與人之間的差距真是讓人詐欠 難怪海哈深有筆 憤怒地指責李亞鵬過於偏心 然而現在看來獲許王妃當初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如果李鵬留在國內與繼母 以及同父義母的妹妹一起生活 他的生活可能會充滿尷尬和困擾 相比之下走出去 開拓視野 增長知識 才師更好的選擇 這樣的決定能夠吸引 帶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和更豐富的人生經歷 好了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評論 請多多訂閱和關注 我會持續為你帶來更多精彩內容 請看